你说分开才会有思念 我不懂的逻辑学 忽略了呼吸的空间 缓换了一个线 你自己又有没有觉得 又跟比赛的时候又有不一样的进步了 在这张专辑其实表现很多不一样 是在比赛的时候 大家还没有发现的两文音哦 我觉得还是会有差 毕竟比赛的时候 你会逼自己成为一个比赛的歌手 就是可能你需要顾虑到台下的听众 评审老师 那现在的话 尤其在录音室 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录音室要的东西也是跟比赛不一样的 还蛮好笑一点是 有时候我唱歌的时候 还会需要手里握着东西 就一直以为还在比赛 就是因为录音室的麦克风是架着的 你不能拿着 对所以我可能会拿笔呀 或者是一些有那种质感可以握着的那种 然后就会比较好唱 对啊对啊 那我觉得像刚刚听到薄荷指甲剪啊 就是我一个很大的功课 因为可能以前会顾虑到需要很多的技巧 对 那这首歌是阿迪亚老师为我录制的 他就给我一个功课说 要我把所有的技巧都丢掉 因为这首歌需要你简单一点就好 对简单的 我稍微转音或者是拉长音或者是抖音就都被他修饰掉了 还害怕自己做不到 但真的后来听到的时候就还蛮喜欢的 我脑袋的薄荷气味 全迷清醒都有 你知道很多新人哦 特别是比赛出来的哦 都会有所有的录音室症候群 你算还好吧 要什么 有没有录很久 就是进到录音室就突然发现 撞墙 然后发现自己不会唱歌了 开始难过 哦 应该还好 后来我还蛮喜欢从耳机里面听自己唱歌 就是平常不会有这么好的机器啊 你这家里要买要很贵 然后就会很享受在录音室 其实我也很害怕在录音室待很久 有时候早上来 然后出去都已经人烟洗少了 然后也都没车了 天都暗了 对啊 对啊 和自己相处好一点